山东荣城爱莲湾抗养社区千人生日宴即将开始 老马现在带大家参观看看这个社区千人生日宴 有一个仪式 太震撼了 太有牌面了 真正有人情味的抗养社区 什么叫青年养老社区 真正的人间燕火戏 今天老马也年轻一晚来到了咱们这个荣城爱莲湾 今天的爱莲湾给咱们在七月份过生日的 包括一些兽星 就是年龄特别大的一些兽星 过一个集体的生日 看看 支了十个大灶台 看看这人 把所有的业主都请过来了 真正的人间燕火器 真正有人情味的一个养老社区 看看这个桌面 寿星五号桌 太有感觉了 这个大桌面 真正有人情味的青年养老社区 这里用了十五大锅 杀了三四头猪吧 我把它给咱们这家所有的业团安排一顿食物盐 哎呀 真香啊 想吃吗 好 想吃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大家不是为了吃 而是爱莲湾想让所有的业主在这边找到家的感觉 让大家人间燕火器 都互相熟悉 在这边都能交到朋友 真正做到了老友所谓 太棒了 哈哈哈哈 哎呀 说好两天啊 哈喽哈喽 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呢 人间燕火器啊 每个人的脸上业主啊 咱们这些朋友啊 都是脸上洋溢了笑容 真的非常开心 能从他们的脸上看见 她是真心的开心 像这样的抗氧社区啊 在咱们荣城或者渭海区也是首架 也真正的让大家走出家门 让父亲和业主的父亲都能认识 真正让大家高有俗乐 真正的开心起来 你们的败书与脸都做好吗 我是本次生日会的主持人张启鸿 今天终于迎来了我们期待已久的 六月和七月的生日会 一个人的生日是自得其乐 两个人的生日是微信甜蜜 一群人的生日是集体的快乐 在这温馨又快乐的时刻 首先允许我代表公司 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 同时 在这温馨又快乐的时刻 都没有说一些 这温馨又快乐的风景 像这个小区呢 也有很多的社团 也看这些叔叔阿姨 也都在准备着 马上他们要上场了 接下来会给大家表演一些节目 我真的在这个小区 每个人的脸上 就是我能看见他们 特别开心 来到了这个咱们荣城 这个莲湾 真正的让他们体会到了开心 这才叫青年养老身处 有好的空气 带大家也看看这个小区 这个小区环境特别好 特别适合避暑养老 前面有湖有海 平均温度呢 就是二十六七度白天 晚上呢 可能咱们还要关窗 这个季节还要需要关窗 可能晚上还稍微要冷一点 七月二号的时候 我拍这里边才二十度左右 像今天呢 可能就要热点 二十八度白天 看看咱们这些业主啊 都在这里边玩呢 一会呢 可能就要去 去吃咱们这个大肉了 就是其实吃不是最主要的 主要的是 还是大家特别玩的 特别开心 互相都能结识一些伙伴 都能认识 跟自己兴趣相投的 真正的让咱们做到了 开心 对面呢 这个千人生日宴的 爱莲湾的千人生日宴 马上也要开始了 马上也到这个吃饭的点了 菜都已经做好了 但是老马呢 临时有事 我也要走了 所以说呢 可能拍不到咱们吃饭的场面 大家也 但是大家依然能看见 就是咱们爱莲湾呢 真正做到了 有人情味的一个是 有温度的一个抗氧社区 我身后 这些人 这可能是太壮观了 这牌场太大 真是做到了 可以说是在微海区域里边 是首家 也做的是最好的一个 所以说呢 就是说 咱们来到这个城市啊 荣城这个城市啊 这个抗氧不但需要一个好的环境和空气 还需要一个好的小区 好的物业 能让大家走出家门 拥抱咱们好的环境 好的空气 大家让大家 真正做到 劳有所乐 行 这期视频呢 老马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 有想了解 荣城抗氧小区的 可以多多关注老马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